为什么沙漠仙人长的叶子是症状呢? 在沙漠地区,天气炎热,雨量稀少,太阳会快速地将水分蒸发 于是仙人长的叶子研化成症状,减少晒到太阳面积,让水分能够保存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,也能够抵挡其他生物的攻击 这些水分都保存在进步,所以特别肥大 在沙漠缺水的时候,看到仙人长等于是救星一样 同样的道理,在寒代地区的真叶林,叶片之所以长成症状 除了减少水分蒸发外,也能够让植物更能够耐寒 另外一个原因,是为了避免下雪时,叶片上堆积雪花,将树枝折断 当然除了植物,动物也能够在严苛的沙漠里生存 最常听到的就是骆驼,骆驼的驼峰可以储存脂肪组织,而不是水分哦 一般动物是直接从喝水或食物中获得水分 但是骆驼口渴或饥饿时,驼峰的脂肪会经过体内特殊的代谢功能 来产生水分和能量供给全身 就连呼吸的频率次数也比一般的动物少 严格地控管体内的水分流失 身体各部位构造,也能够抵挡哭乐的气候 各种生物为了适应环境,不断地进行演化,来对抗新环境 是不是很奇妙呢?